这个已经挂了 已经咯屁了 救不了了 咱们上次把醋宝的梅花给寄活了 这次又有个醋宝 又把他的梅花给救过来了 咱们继续挑战 醋宝们寄什么花 就帮他救活什么花 先开箱 怎么都是这德行呢 梅兰竹菊四回事 你家刚装熊完吗 这个东西 这个已经挂了 已经咯屁了 救不了了 干都干了多少年了 你还还寄过来 救不了 这个我们家客服器 接机养的时候也不看一下 这个已经死了 你看 这树皮割开一点一点绿色都没了 完了 已经已经完了 这个 已经完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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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往下越 越生气 有个很多的醋宝 我就说了 你们多分享分享老花衣 你让更多的花友知道老花衣 让他们多看看我的视频 我最近几天一直在直播 没事说来看看直播 听一听 养花怎么养 你看这完了 他 这是个养花的道道吗 这是啊 你整个大泥巴土没毛病 但是你看这根都被你弄黑了 你想 不论是养什么花 不论是什么植物 你想要它长得好 长得哇塞 首先第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要维持一个盆土的干湿循环 一定要有空气 你没有空气这个根系是不长的 你像这种黑乎乎的 它长什么长 用盆一定要排水透气 就是你浇水多不怕 你只要是 盆土排水性好 透气性好 它问题也没这么大 这个就是烂了根 导致上面的都干死了 有的花肉都很肥美 我浇了这么多水 上面还干死了 它根都烂了 它不吸收了 被你泡的 没救了 没救了 救不活了 花肉老板 你试试 你进人事 听天命 我进什么人事 听什么天命 这是一个根刁了 你弄来闻了 你去活 神奇了 走吧 给它放到乱葬岗去 各种乱葬岗 这个臭宝就给它 放这了 死的多了去了 臭宝说 你也不是那 神医 你不是那药道病除 我的天呐 医院 你去人和 你看它停时间里边停多少东西 我大柳子都在里边躺着呢 躺多少年了都也没 好年了也没见活得了 好了 别事了 我老花一 要不然最难以 白了臭宝 嗨 嘿嘿 嘿嘿